探讨感恩与世而不见的反思 亲爱的朋友们 在这个充满快节奏和瞬息万变的世界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不同的人 每个人都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一些痕迹 有时候我们会感到感激 但同时也可能会犯下一个普遍的错误 我们总是把那些陌生人给予的一些微不足道的恩惠 当作是巨大的恩德 却对那些一直死心塌地 对我们好的人视而不见 这种行为背后可能有许多原因 其中之一是我们往往把陌生人的帮助视为一种惊喜 当陌生人对我们好的时候 我们会感到惊讶和感激 因为我们没有预期到这种好意 这种惊喜可能会加大 我们对这些小恩小惠的价值感 使我们觉得他们是无价 另一方面 当我们的亲朋好友一直对我们好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将这是为理所当然 我们认为这是他们对我们的义务 所以不需要特别感谢或回报 这种假设可能导致我们忽略了那些一直在我们身边的人所做的努力和付出 然而我们应该反思这种思维方式 我们的亲朋好友之所以一直对我们好 是因为他们爱我们 关心我们 而不仅仅是出于义务 他们的好意和关爱 同样值得我们感激和回报 因此 让我们努力改变这种视角 当我们的亲朋好友对我们好的时候 不要视而不见 反而要更加珍惜他们 让我们不再将那些陌生人的小恩小惠视为巨大 而是将我们身边那些一直支持我们的人 当作是最珍贵的财富 向他们表达感激之情 回报他们的爱和关心 在这个感恩的季节 让我们一起重新思考 感激那些一直站在我们身边的人 因为他们的存在 使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和有价值 不要让爱与关怀 被视而不见 让我们将他们放在心中 让他们继续照亮我们的人生之路 感谢观赏这段影片 希望这个影片为你带来了快乐和启发 不论你身处何地 不论你正在经历什么 愿你都能在生活中找到美好和幸福 请不要忘记 你是独一无二的 你的存在为这个世界增添了色彩和价值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爱与喜悦 并且追求住自己的梦想 谢谢你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 我们期待在下一次的影片中 再次与你们相会 保重 愿你们幸福安康